你這麼說是因為你懶惰受過高等教育 出入懶惰常流社會 是你的懶惰學識 認為屎就是無聊和污謂的 就等於你老母在大姨媽 從小到大告訴你 鬼就是恐怖的一樣 所以就算賭屎不臭 你也一樣看不起她 鬼不來爭論你也一樣會害怕 如果我們能反轉這個觀念就行了 夠膽來回答一下她 我碰到了 看不到甚麼恐懼 練到甚麼這麼厲害 不是, 原來是這樣 救命呀 學習這個時候 這位先生就是擺脫不了傳統的觀念 所以一問我就糟糕 洪門左洞 如果想練習怎麼克服恐懼 就要靠這支電光棒 大家看看 這個人這麼長 明知怎樣穿了一個有牌才爆的 但是要你拿著他就膽大膽地摸底 但是我不捨他 大家知道我是沙坡 訓練營不會因為小小意外而中斷 現在就繼續 醫生說正是爆炸了我牌已經算是包含中施大後 但我的傷勢轉眼就變得這麼嚴重的時候 再多次意外, 恐慌不能再在這裡教導大家 所以我馬上把訓練升級 加上你們要接受俄羅斯練膽大法的挑戰 我點著條癮的時間就丟丟圈地傳 看看是誰不幸運了 我不想像他這樣 慢一點 對不起, 馬力太大 我不玩了 我把訓練教導你們是誰有膽子走 錯